中国历史上十大版图最大的王朝,哪个王朝对中国版图贡献最大? 第十名,秦朝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,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。 第一个大一统王朝,传三世,共两帝依网,活作共14年,秦朝叠加版图面积347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347万平方公里。 第九年,隋朝隋朝581年到618年,一说619年或630年,是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,下起唐朝的大一统王朝。 隋朝叠加版图面积504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467万平方公里。 第八名,晋朝晋朝265年到420年上,成三国下起南北朝,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。 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一,东晋则处于六朝之一,两晋共传十五帝。 共155年,晋朝叠加版图面积541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541万平方公里。 第七名,汉朝汉朝前202到220年世纪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,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。 共历,29帝。 享过405年,汉朝叠加版图面积645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609万平方公里。 第六名,明朝明朝1368年1644年,是中国封建历史上,最后一个由汉部建立的大一统王朝,共传十六帝。 享过276年,明朝叠加版图面积957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947万平方公里。 第五名,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亚洲东部,太平洋西岸,是工人阶级领导的,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叠加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。 第四名,中华民国中华民国,19121949,位于亚洲东部,东宁太平洋,是新太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 简称民国,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,及联合过五个主要创始会员国之一。 中华民国叠加版图面积1137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1134万平方公里。 第三名,清朝清朝1644年1912年,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,共传实体。 想国268年,清朝叠加版图面积1312万平方公里,及生版图面积1297万平方公里。 第二名,元朝元朝1271年到1368年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,定都大都金北京,传武士十一帝。 历史九十八年,1279年,元氏祖宫灭南宋一统中国,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记载。 汉的、漠南、漠北、东北包括外东北科库叶岛,新疆东部园桌具有塔里木盆地西底葱岭,清藏高原,澎湖群岛,冀州岛及南海珠岛, 接在元朝统治范围内,自灭南宋后虽然多次对日本、缅甸、安南、沙巴等国有所冲突,然而将与大体趋于稳定。 元朝叠加版图面积1526万平方公里,及盛版图面积1400万平方公里。 第一名,唐朝唐朝618年到907年,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,共立21帝,享国289年,是中国公认最强盛的王朝之一。 唐朝叠加版图面积1532万平方公里,及盛版图面积1237万平方公里。 唐朝相遇空前辽阔,是第一个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王朝,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未修建长城的汉人王朝。 唐代国土在西部、北部、西南、中北街超出现代中国的江界范,唐朝自宫灭东突厥,薛颜陀后,天子被似一个独尊为天克汗,后有征调突厥,回湖、铁雷、契丹、默格,是为等民族攻伐敌国, 并让南兆、新罗、渤海国、日本等藩属国,学习自身的文化与制度,是汉人最强盛也最自豪的朝代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